欢迎大家收看八七音乐 今天和大家聊一下真正的音乐家 艺术家约翰烈农先生 我本来想用很简短的语言形容他 但是最后我决定还是多说一些 如果你不想听我讲这么多 可以按照前面的温馨提示 拖拽进度条 12月8日这一天 或许 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但这一天却成了烈农的忌日 一位叫马克查普曼的歌迷 对着烈农连开四枪 结束了这个伟大的生命 烈农趋势的消息 瞬间传遍了整个世界 全球各大媒体全部停播十分钟 全世界所有的歌迷 集体上街默哀 为他送行 这种待遇是前所未有的 如果让我评价约翰烈农先生的地位 应该说在整个音乐史上 直到今天也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与他比肩 有人可能会说麦克尔吉克逊 但他毕竟只是一位流行音乐家 在整个世界范围内 其社会地位 历史地位 影响力等等 远远没有约翰烈农高 如果你是披头式的歌迷 也是约翰烈农先生的歌迷 可以在12月8日这一天 可以在12月8日这一天 用自己的方式来纪念这位真正的艺术家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约翰烈农的故事 可以观看这部纪录片 好了 最后我们一起欣赏歌曲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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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